中国新年后,大陆火灾不断,除了贵州,云南和广西大面积山火外,各地城市也接连失火,北京和天津市内两天内传出三起火灾,伤亡情况不明。 2月26日,网传视频显示,北京房山区一处居民楼发生火灾,火焰从顶楼窜出,浓烟滚滚,居民楼四周也有烟雾冒出,无法判断到底几个楼层过火。 视频字幕称,火灾发生在房山区建原路附近,此时未见官方通报和官媒报道。 25日,北京丰台区马家宝电话局楼下也发生大火,网络视频显示,现场浓烟弥漫,直冲天际。 网友称,现场还伴随着阵阵电池爆炸声,陆媒报道称,是电话局旁边一个电动车棚起火。 当地官方人员只强调无人员伤亡,拒绝透露是否电瓶车自然惹祸。 26日,天津市远阳新天地一栋高层住宅楼也传出失火视频。 画面显示,起火位置疑似十几层一个单元,火焰和浓烟不断地从窗户中喷出。 目前未见当地官方通报,不知伤亡情况。 25日,天津第二壁仪馆后方也传出失火的视频。 但画面显示,起火地点是金宁高速路边的荒地,当时并未触及建筑物。 近期,上海中心大厦高层部分被冰层包裹。 该大厦是中国目前最高的大厦。 2月27日,上海中心大厦高层外墙结冰的消息引起大陆网络关注。 此前23日,已有网民爆料称,上海中心大厦高层被白霜覆盖。 截至26日,仍有网民表示,该顶层持续被冰层包裹。 上海中心大厦位于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银城中路501号, 是上海市巨型高层地标市摩天大楼,高632米, 现为中国第一高楼,世界第三高楼, 实践于2008年11月29日,2016年3月12日总体完工。 牛视频报道,上海中心大厦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, 该场地不向游客开放,因楼层高, 该区域又处于露天状况,故形成网传画面中的效果。 上海中心物业工作人员钱先生说, 已于2月25日下午封闭了2号门至路边的区域, 人与车暂时无法通行。 当局称,高空坠冰已进入高发季, 此前因低温冰冻天气,高层楼房, 桥梁等建筑物形成大量冰柱, 当气温回升,恐出现高空坠雪落冰情况。 日前,辽宁大连国际会展中心拆除时发生坍塌事故, 至少造成四人死亡。 当地民众纷纷质疑, 此事发生多天才被曝光, 当地政府真能无。 2月26日,中共驻建部官网公布了上述事故的查处督办通知书。 通知书显示, 2月20日17时时期份, 大连市大连国际会展中心拆除工程发生一起结构坍塌事故, 造成四人死亡。 但通报没有提及事故的原因, 此事故27日登上热搜, 引发热议。 大陆网民表示, 大连本地新闻一点消息都没有啊。 啊, 六天过去了才看到, 大连真牛, 这都几号了, 我一个大连人愣是没听说, 消息藏得真好, 真能无。 这消息何时的时间可真长, 真能无。 这件事, 大连保密工作绝对一流水平。 就在我们公司旁边, 我说这两天怎么没有动静了, 从上往下拆, 真挺危险。 还有人说, 拆除它干嘛, 建筑好好的, 钱多了吗? 什么时候建的就开始拆除了? 真是无语了, 多好的建筑, 设计使用年限到了吗? 好好的一个建筑非要拆, 本就是劳民伤财的事, 加上监管不到位, 施工乱来, 能好吗? 再怎么认真检讨总结, 以后能保证不出此事故。 打连再拆, 就拆成三线了。 留动的邻居们, 你们赶紧要下楼了。 江苏南京市戴山变区, 2月23日凌晨大火, 导致至少59人死伤, 据称是电瓶车自然引发。 25日, 在船一日四起火灾, 其中一起, 又是戴山高楼下的电瓶车引燃。 25日, 有网传视频显示, 一栋黄色高楼下, 一次多辆停放的电动车失火, 火苗窜起两三层楼高, 浓烟滚滚, 遮盖了半边楼房, 未知大火是否烧到大楼。 还有视频显示, 一次这栋楼房的地下停车场, 烟雾弥漫。 网络消息指, 起火地点又是戴山, 离23日失火的小区不远, 两次大火导致戴山居民人心惶惶。 这个地区的住宅楼下, 经常停满电瓶车, 有的居民还把电瓶车推上楼, 以前就曾多次失火。 25日当天, 网上也传出戴山附近居民在高楼上拍摄的视频, 标题是, 消防车又开往戴山方向, 又咋了? 同一天, 网上还传出一段大火视频, 据说发生在南京幕府西路上的南师傅中实验处中附近, 该地点临近戴山片区。 视频中可见, 现场火光冲天, 火舌高度超过旁边的高楼。 这栋楼房侧面有新号新号酒店字样。 拍摄视频的男子提到着火地点和蔚来汽车有关, 显示可能又是一起与新能源车相关的火灾。 当天网上还传出另外两起南京火灾的视频, 其中一起据说发生在南京秦淮区大洋沟。 视频显示, 现场有消防车, 远处还有烟雾。 有知情网民说, 一楼烧了半小时。 另一起发生在南京浦口区桥北新村小区。 有网民爆料称, 该小区起火时间大约在凌晨零时。 该小区所属的泰山街道办接线工作人员, 向路媒证实发生火灾, 但宣称火已被扑灭, 没有人员伤亡。 小区所属的桥北社区的工作人员称, 起火原因是一楼的库房失火。 有江苏网民在相关报道下留言, 我刷到的第四个南京起火的地方, 南京怎么了, 龙年不顺吗? 上述火灾, 均未见到中共官方正式通报。 2月23日凌晨, 江苏省南京市宇花台区, 明上西院六栋二丹远发生火灾。 官方当天称, 只死亡四人, 但次日通报死亡人数增至15人, 另有44人住院接受治疗。 据报, 起火原因是电动车自燃。 2月18日, 黑龙江省武昌市市政府前聚集了上千名来自各林厂的工人, 他们为了讨事业编制, 以及解决当地林业局为给其缴纳养老保险金的问题。 一位当时林业工人赵勇, 23日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透露, 此次上访最主要的原因是, 武昌下属12个林厂工人没有落实编制问题, 国家要新出一个大数据平台, 你没有编制之后, 过一段时间就把你自动划归企业, 这个事才报出来。 据赵勇介绍, 中国新年之前, 林厂工人们到林业局上访两次, 无任何结果, 因此18日年后第一天上班再次到林业局, 但是没有领导出来接见他们, 他们直接到市政府上访, 一名新上任不久的市长口头承诺称会解决问题。 没有给我们书面上的文字, 也没有录音, 他只是口头说了这么一句话, 如果说再给我们画大饼, 还是推诿, 我们肯定还会往上走到黑龙江省, 政府。 不行我们会进京, 一定要找个说法出来。 赵勇说, 他还透露, 18日现场有一千多位林厂工人, 包括离退休的老年人, 现场有警察在戒备。 事业编制有无险一金, 有很多福利待遇。 如果把我们画到企业里去, 自负盈亏, 工资会减半, 因为变成企业了, 国家财政就不管你, 你退休本来可能开4000块钱, 到时候就变成开2000块钱, 甚至更少开1000块钱。 赵勇说, 赵勇透露, 林业局多年来为落实事业编制, 现在又要将林厂改为企业, 因为财政没有钱, 而落实编制需要补齐养老保险金等, 有亏欠得补齐了, 否则不给落实。 他还表示, 为落实编制还存在一个贪腐问题, 肯定有贪腐的问题, 593个编制哪里去了? 为什么五年多没给落实? 国家配套的财政不贴钱, 啊去了, 没发下去, 是被某些人截留了, 都值得质疑。 目前五常市林业局里面有编制的工作人员, 都有无险一金, 每年发13个月的工资, 还有绩效工资, 但是下属的林厂工人没有任何待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